天象 有沒有誰是天象星的 在座 都沒有 沒有天象 有沒有父母公天象 有夫妻公天象了嗎 那你要欺煞星 有兄弟公天象了嗎 沒有 大家都沒有 天象在你哪裡 你巨門 你天象不是在爸爸嗎 你爸爸還沒有 你被抱嗎 無曲 記得無曲比較嚴厲而已 無曲 無曲 無曲權 對對對 因為天象星的爸爸就不至於那麼嚴厲 好 那你的天象在 媽媽 對啊 你媽媽理長博個性 熱心 很熱心那個很雞婆 天象會死誰天花 沒有就很雞婆 他 都會不樂 那個碎碎唸的 我們去跟他講 因為天象也會有這種特性 我們說 李長博熱心的 熱心助人的心藥 複習一下 熱心 你爸爸 無曲 你爸爸無曲 你要看他是哪一個畫拳 哪一個畫拳 他熱心的心藥 有些畫拳 可以這樣不是畫 不是畫嗎 那當然有人說那天象星會有那種 根 陽 五 一般是陰桐 有人 有人把它變成是 天象會畫際 個樣 五 銅 像 這個 我真的沒有辦法驗證 我不能說他錯 因為我沒有辦法證明他是對的 我也沒有辦法證明他是錯的 但是我沒有見過用天象畫際 我斷出事情是 準的 所以你們不妨用天象畫際 飛飛看 看看 到底會不會發生事情 就是更年的時候 那你就天象畫畫際 那你更年的時候你爸爸 爸爸就是畫際了 你現在你明年的時候 你明年不是走你自己本命工嗎 那你爸爸就畫際了 那你爸爸就很有事 你看他有沒有事 沒事你不能說他有事 對啊 是哪種事 哪種事 天象畫際的話 衝你極了 所以你明年身體又不好 爸爸畫際還好 所以爸爸不開心 快樂 哎呦小心 但你忌衝極餓 你明年自己忌衝極餓 就是天象畫際 會衝你的流言極餓 所以你明年要生一場病 或身體不好 要做現象 或者是父母工 你的父母工 父母工就等於是 跟政府 銀行 借不到錢而 而煩惱之類的 有可能這樣子 因為父母工是銀行的工位 因為父母工是銀行的工位 這個是以他的學派來說 但是我沒看到天象六畫際 這根陽無印童是金嚴 是金嚴 我剛剛舉例 所以金嚴的話 你是福德工畫際衝財伯 所以你財運不好 對啊 對啊 所以不合理啊 所以我們我們用的是 根陽 五 陰 同 是這樣子才對 悶悶的 那你今年就是 你明年 明年就是要先前不好才對 各樣無印童 那你是最好的案例 已經開始了 就悶悶的衝擊了 悶悶 對吧 這就是證明啊 你要驗證他 對不對 今天見多了 那預測那學生夫妻要適合 沒有沒有沒有 開始中秋就開始有一點點 然後過年就吵架 為了便當吵架 這就是流年 好 熱心的 熱心的心要哪些 天象 天象 那因為沒有區隔 你就沒辦法 區別那個命盆到底是不是正確 天象會熱心 還太陽也熱心 太陽會熱心 好 天積 天積熱心嗎 還好吧 天涼 天涼 天積是你有求必應 就是請他幫忙 他對朋友很好 那變不一樣 不一定雞婆 好 熱心的還要沒有 天賦 天賦喔 天賦哪 天賦不會 天童有嗎 天童其實是愛的 都跟天際比較類似 你請他幫忙還得幫忙你 你有那麼雞婆嗎 對嘛 你沒有那麼雞婆嘛對不對 差異在這裡 那其實比較雞婆的是這三顆 那我們一定要區分這三顆雞婆的 我上次有講過嗎 我忘記我有沒有講過了 這三顆雞婆的到底 有沒有 共同處或是不同處 把它區隔起來 這樣子六千你就可以搞懂了 搞清楚了 上禮拜比較少人 今天這禮拜好多人 奇妙 好 約好 來的時候一起來 最近 接了很多那個太陽的女人 不是太陽的後裔 太陽的女人 太陽的女人 然後就會說丈夫的事情 劇本都是丈夫 都是早婚的 所以我們又是可知 太陽的女人不要太早婚 不然很辛苦 不然你找到那個藍藍的另一半 太陽的熱心 天亮的熱心 跟天陽的熱心 有何不同 你要收集命盤去觀察 他們的熱心有何不同 天涼不用說了 天涼這邊就有了 這邊有太陽做命的 你有太陽做命 對 熱心嘛 算熱心了 好 這個是自己 自發能量 往外發散 他是發散 通常他轉成3.0版完全型的時候 為什麼我現在加一個叫3.0版 因為 有人說 老師沒有我沒有這特性 我沒有這特性 我說你去社會歷練過嗎 你有打拼過了嗎 你不要說你在小時候被 保養的很好啊 避孕的很好啊 父母都給你吃穿 那你那個命盤的現象 其實都出不來 很難出來 非常難出來 見過很多這種案例 即便是一個連真破均的人 也會被養成天童 有個男生 他太陽做命的 夫妻公一定天童 就 我在另一堂課也講 我說這太經典 他竟然把一個 連真破均的老婆 變成天童 變成天童 就是來餐廳找我 你老婆天童耶 不錯 他說對啊 我們結婚10年 大學就認識 那他怎樣變天童 他說 我沒有我們家 我媽媽會幫忙洗 洗東西啊 所以都不用他處理 所以他就懶懶就好 就生了兩個小孩 就懶懶的 的確天童特性 有一天他突然想出去工作 重點喔 社會歷練喔 一出去工作的時候 開始發威了 我可以 我比你厲害 哪個行業不要講 跟業務有關 不是保險 就說我要跟你離婚 那小孩子不要嗎 對不要了 三歲而已 不要了 要跟人家 跑了 然後就要跟你離婚 跟人家跑 那對方也 也要離婚 這很奇怪 這是很奇怪的案例對不對 我說這個 命盤上面應該要看到離婚公式 我只看到 你們大吵一下 他一直在考我說會不會理 我說不會理 不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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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吵一下 真的不會理 他說真的理了 卡到櫻吧 那我結婚馬上說馬上要 拜拜 還有兩個小孩耶 這種案例真的是很少 你相信自己的公式 那沒有錯 可是打到對方命盤看 我說 他不是連真破均嗎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娶了一個連真破均 沒有見過這種案例呢 他說 對啦 他的確 還很少 他說 因為大許之後就結婚 到現在十年 所以他沒有機會變成連真破均 要歷練 真的要歷練 人要歷練 你看一歷練他就變連真破均了 你怎麼投資的 就是案例完全不一樣 這麼神奇喔 不過 因為那個案例太神奇 是因為連小孩都不要 我們會認為是卡到櫻 這種在命盤上可能很難看得出來 那我就問他說 這種我的經驗 因為墮胎卡到櫻什麼的 他說的確他們有去櫻廟 有櫻廟跟櫻廟有關係 那不能說哪一間廟 不然連我也有事 私底下問可以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的確他是有去櫻廟的 沒有母親不想要小孩的 直接掰 連看都不用看 就個性大改 那在命盤上 他們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該找誰 其實限定就是一定是那樣的人 太陽愛照顧人 他也是會照顧人的 只要他變完全形 有經過社會歷練 不是那時候在家裡面 跟人家照顧 譬如說怎麼照顧 打電動照顧 為什麼 太陽主人際嘛 人際關係 所以他就會想要打電動啊 等等之類的 人家只要去社會歷練 他就會想要發光發亮 不管他有沒有落線 他還是想要人家看見 那基於人家看見 而產生比較熱心的心態 是這樣子 那人家看到我 人家捧我兩句 我就很開心 很高興 那就是那種成就 你不能說他虛榮 也不是 那個面子是很重要的 就是想要做一個熱心助人的人 那人家要求他什麼事情 他拒絕會覺得 我真的不像個太陽 我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他就怪怪的 太陽其實也有一點種個性 可是太陽不會外顯 太陽會外顯 是這樣 好 那天良的熱心 為了公平正義 可是太陽也會公平正義 會 太陽會公平正義 那天良是會為朋友出頭的 那 太陽會不會為朋友出頭 朋友拜託他的時候 他不善拒絕 天良也會 可是差別到底在哪裡 這個其實是要舞台 這個沒有一定要舞台 然後不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要吹噓對我做這些事情 不會 不是說太陽會這樣 可是 人家看到的時候 他會就更有成就感 更開心 那天良 有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 還好 差別在這裡 我爸爸就是天良 所以他 他還是自己默默做自己的事情 他做木工做得很好 都沒有再去宣傳 可是 太陽會自帶宣傳 他真的要有舞台 天良不一定要要那種 龐大的舞台讓人家看見 差異在這 好 那天象 就我們今天講的天象 這種里長不個性 他一定要 他重面子嗎 他也重面子 這三個沒有不重面子 都有面子 面子問題 這個幫得很廣 天良有時候幫得太廣 做慈善之意 天象也是 所以 我見過天象的老闆 做很成功的 對員工很照顧 他善條理 但是 他 會跟你計較嗎 天象有計較 跟你計較 誰 你爸 你爸是舞曲 他愛錢 舞曲權 我們還在擔心 不要先把雙心 雙心講 有有 這個有愛面子 有 那出現六親公位跟那個命公 就有點不一樣了 六親跟命公 不一樣 這天象的老闆見過幾個 我聽到案例是 無論是做工程的 做那個 一些 汽車零件買賣的 對員工都很好 出了名字好 比如說 我有一個客戶是天象人 他就會說 那個年中我也不知道要送你們什麼 這樣好 大家自己寫 我辦得到 我就送 自己寫 自己買個老闆 他缺人嗎 他缺人嗎 他缺人去哪裡找 可是他做摩托車零件的買賣 可以 可以 是買車嗎 有一個年中寫的那個一個單眼相機 他有問他說你為什麼要買那麼貴嗎 他沒問 他有一聲不吭 他也不是那種他 像太陽會宣傳的 他就 就把這次完成 就買了 然後就年中就送他這個 反正你寫了嘛 我辦得到啊 我覺得我辦得到 那個好幾萬 就送他 你就這樣 年中就這樣幹 所以他這種熱心服務也具責任 他現在跟我說 其實他那個主要收入不是那間公司 我說那你幹嘛開 不然員工怎麼辦 他要問我說 如果我命盤裡面 之後財運不好 你早點跟我講 我要趕快早點跟我員工講 我說那 那這間公司不是你入財的主要來源 那你幹嘛 他說我另外去做了日本的一些 公仔的生意 然後引進 然後販售 他說那 那你開這間公司不是你的負擔包袱嗎 他說 可是員工要吃飯 責任感這麼重 不是里長婆嗎 他每次都 弄到半夜 其實身體都會很不好 不要這樣硬撐 創業的20年來 幾乎20年 現在差不多40歲 幾乎20年都是這樣子的狀態 一個人很具有責任的 所以這種天象 為什麼叫宰相 就是這個原因 他不是兇的 但是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 可是給東西不這麼計較 對人 他沒有這麼計較 太陽也不計較 但是你要讓他覺得有價值 你不一定要去捧天象的人 但是你要跟太陽的人說 好棒喔 有你真好 這樣喔 其實這個第一名 這個第二名 這個第三名 你沒有跟他講 謝謝老闆長就好了 太陽你要大肆鼓吹 他就也不好意思 下次再繼續幫你 太陽是 所以 太陽的女人 你要追到他 不是比他強 而是比他弱 所以很多論命的結果就是 當初的同情心作祟 同情心 誰最有同情心 你天良談不了這東西 我以後要做個表格 那個差異 這個 天良不是這樣的同情 他覺得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真的是 你這個自己這麼那個 太陽其實早期不這樣子 你看到你很可憐 很悲慘 還是同情心作祟去幫忙 天良比較不犯這個錯 天向中等 在這種是他會放中等的錯 同情心 是有差異的 這三個裡面 誰最具條理 天向最具條理 他很熱心沒有錯 他對同學也很關照 沒有錯 對員工也很關照 沒有錯 但不代表他不懂看帳 他懂 他是知道動作狀況的 太陽不一定 天良也不一定 可是天向抓得很細 天向的拆博是天賦 所以你找到天向的人其實是可以當好朋友 那換言之 如果有人做那個組織 做保險 做金融 做傳銷 他有一個下限是天向心 他說不動 不動 不動 他不動 當然不是說每個天向都一定有成就 那有其他條件 我說你要讓他動的方法 你就讓他有下限他就會動 為什麼 對 對 他談這個事情 我那個天向的我就論過 我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如果下限要求的時候 你就會 不能拒絕 然後就要幫他 然後讓他成才 對不對 對 這叫宰相性格 宰相性格 跟太陽不一樣 太陽是注重人性關係 不想跟人家講 不想跟人家講 不好的 你能力不足 哇 不行 這個有容許度 天向天亮有容許度 太陽最怕人家講說 你不行 你的缺點 他很怕聽到這個 那如果你有看到太陽的孩子 沒有成為3.0版 他又很畏縮 不敢上台講話 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怕錯 怕人家說不好 怕缺點 怕表現不好 好 所以寧願不要表現 就不會錯了 太陽是這樣子 所以太陽有時候有點極端 天向天亮還好 這基於責任 好 又熱心 好 那 像我爸爸天良他是去捐了希望小學 他也不會自己自帶媒體 報章雜誌說自己多厲害 不會 可是如果他是太陽作品的話 可能早就傳出去 所以太陽才主政治 搞政治很好 可以六清宮會有太陽的話 搞不好他搞政治 但搞政治這個是比較少的 好 好 所以這個天向 所以天向是個好朋友 沒有錯 按條理做事情的 好 那 天向如果是你的夫妻公 那你命公一定是7是吧 基於 論命經驗 我發現 單狼加右壁 會有四 天向加右壁 好不好 要這個嗎 可以 好 好 好 很多七煞的人 或只為七煞 不管什麼七煞 組合起來的 他的另一半天向加右壁 已晚婚 為什麼 他的另一半 還容易旁邊會有一個女人 會有一個女人 會有異性緣 對不起 是不只一個女人 如果說只有一個女人 我見過這種組合 他很吊詭 夫妻公有化科 一般書上說主清白 不會亂來 結成自在 對吧 可是既然他出軌 我說即便這個人出軌 對 就只有那一個對象 而且只作為那個對象 對 為什麼 他那面你的因緣就是一個右壁 那一個科 那一個 他不是花天酒地 風花雪願之人 可是如果是天向加右壁 或是其他天向加右壁 他可能不一定只有一個而已 可能會換來換去 所以 我發現天向加右壁 那威力是蠻強的 這要值得注意一下 那我們看他絕對關係 如果是 你命功是天向的時候 你財伯功一定是天福 這就是叫 一般書上講的 輔向 朝 元 被網友糾正很多次 朝元 念這個字 有觀色的意思 實錄千宗 就是說他的收入不差 我們當時學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那那個 做天向或做天福都不錯 三合一定有天向或天福 那結果 有些收入沒有很好 然後做行政 你都會覺得很奇怪 那書上講的道理是好還不壞 好還壞 其實要看他的運程 真的不管你什麼格局 一定要看運程 剛剛我在論那個 在吉隆坡的一個客人 一個月前是論先生 然後今天論他老 我看運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不管你什麼格局 運程才最重要 不是你什麼格局 可以合成什麼格局 那都其次 運程最重要 但是這人 他的財伯功一定天福的時候 這種處理行政的能力都很好 或服務 基於他有李長伯的個性 有條理有責任感 有去面子 跟太陽面子不一樣 這個要做服務業很好 所以 他是一個比較相對於保守的 殺不亂就是先做再說 這個要想一下 但他也不會不做 因為他對攻一定有破軍 大家都會這樣論說 因為對攻有破軍 他 性格裡面 還是會想要 突破 想要 拼拼看 沒有錯 會這樣子 所以那個老闆 我那個 客戶 他才 大學 畢業就創業 大學期間就創業了 做什麼 從海外引信一些東西來賣 從網路上開始賣 後來做到有店面 然後一個店面兩個店面 然後批發給人家 還有辦公室有倉庫 等等等等 很早就創業 天下有可能有這種性格 但 基本上他的心要要強 他能頂著事情才比較大 所以天象心要強必須是7月8月9月 這屬金 或者是10 11 12 這屬水 天象心強 那你說天象心強 那財博 一定要強嗎 這種 命 命格夠強的人 他可以當 自己自營商 可以自己 有一片天 那倒沒關係 因為你會 你沒有看過天府化權的嘛 你不知道他到底會創業 你還不會創業 這很難判斷 那就只剩下說 這個官路 官路這邊 他是空工 他可能空工 你的如果說貪婪化權 他可以借過去 視同於化權 那他創業機率就更大了 有權的機率最大 其次心要夠強 他能頂著4大 那個老闆他的心要不是很強 所以 到一個規模的時候他就 沒有辦法再往上 我跟他說你要不要再擴展 你不知道這個行業 這是不好做的 在擴展的風險太大了 除非是有人想做 或是員工自己想做 他可以讓員工去做 為的是員工好 不是他可以繼續獲利 沒有 他說我寧願自己一個人 自己做 這就是心要不夠強的關係 他在家自己超過股票 或者是投資什麼東西 或者是做那些公仔 他自己做這件事情 去年到年底就賺了100萬 淨賺 是這樣 好 關錄為子貪 這邊福德公 為七煞 所以天象的人 他會搞操煩 他自己會 睡眠不安寧 一直在想一些事情 開衝的事情 福德公不要放這些比較衝的心要 福德公最好放一些 太陰 天府 或是天童 這種東西比較好 天機也 會強很多 這樣子比較好睡 所以天象的很多是高操煩 不好睡的 事業心也很強 天象還有一個通病 固執 你媽固執 很固執 為什麼 就性格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命盤裡面 就反映出它是一個固執的現象 很熱心沒錯 但是固執 我請問一下他的固執跟無曲 固執沒有什麼 不一樣 無曲就是硬 就是硬而已 天象 他有他固執的做法 可是你給他 好啦 拜託啦 他會還是軟化 無曲基本上比他硬 不行就是不行 沒有就沒有啊 甚至嚴肅 嚴肅的爸爸有兩個 要嘛七煞 要嘛無曲 高比例 都很嚴肅 這樣有回答到 回答到 好 所以你的天象心放在 父親或母親其實是好事 雖然固執 但是熱心 他也會把家裡弄好 也會散盡照顧之責 所以他很會照顧家裡對不對 你家幾個姊妹 兩個 都一定都照顧好 有沒有偏袒看四話 但基本上都照顧好 好 對 那你是天良作命 那就爸爸就兇了 嚴肅 打人嘛 媽打嗎 媽媽打嗎 媽媽不會 會 但是爸爸打比較兇 天象一般不是打人啦 他是管教 七煞比較可能 無曲也比較可能 所以小時候你爸爸打嗎 打 無曲拳肯定就直接拳OK了 對吧 對吧 對 全都OK 好 全都OK 天象心他的福德是七煞 所以搞操盤 他的爸爸是天良 天象心的爸爸是天良 所以這個爸爸呢 因為天良他有一點公務機關的意思 延伸為 在上班族的 類似於公務員的上班族 類公務員 我的經驗是這樣 有老大哥個性 有老大哥個性 至於他的 這爸爸的運程好不好 摳不摳 要看四花 不一定 但有老大哥個性 天良 天良在父親 那天良是 坐在父母公最好 父母公主 所以你有接受避應 書上就會說 這個天良在父母公 你小時候被關照得很好很好 多好多好 其實也不一定 還是要看四花 那 這個兄弟公聚們 媽媽就可能真的比較容易碎碎念 講是非 而且這個爸爸跟媽媽的關係 不見得很好 為什麼 比如 舉例我爸爸 我爸爸是天良弱命 他父親公已經聚門 你就直接網友通殺 幾乎都沒爭議的 我就是天良 他就會留言給我說 我就是天良 然後我父親公就聚門 就早年就是 隱瞞 說謊 然後口舌是非 吵架 等等 大多 大多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以往 婚 這天良 好 你們知道 好 我爸爸竟然是這樣子 那基於如果這個人是天象的時候 爸爸天良跟媽媽聚門 會不會吵嘴 你光是看這樣不用看四花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半嘴 那你會說 哪個夫妻不半嘴 但是他們的量大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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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媽媽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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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好 會念來念念念念 一直念的信要有哪些 聚門 兄弟公聚門會念 不代表他對你不好喔 不一定喔 還有 天良喔 媽媽天良喔 你媽媽天良的話喔 你媽媽天良的話 你是欺煞作命的喔 媽媽天良 他不一定念 來 站好 還蠻具威嚴的 因為老大姐喔 他更里長伯囉 大家會說可以選里長 很雞婆管人家事情 這時候 媽媽天良的時候會這樣 你都無法判斷他到底是天象還是天良 你就看他有沒有老大姐個性 一副就是 老婆幫你出頭的那種個性 天象不至於要幫你出頭 他比較合適老一點 天良會出頭 所以 這個念兩句喔 不一定啦就打 我有親戚是那個夫妻公天良的 我說老婆 書上說老婆是嫌妻 沒有啊 我看 是嫌妻嗎 蠻兇的 真的蠻兇的 那種老大姐個性就出來了 所以比丈夫強勢 會念的還有沒有 劇門之外 把家管的很好的通常都會念 哪一個新藥 天象 天象也會嘛 天象也會 還有一個 家管的很好的 如果兄弟公司那課新藥的時候 通常媽媽是家庭主婦 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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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問這個媽媽本人的時候 我沒有很多規矩啊 不會啊 你問小孩 我媽規矩很多 她就這樣放 那個都是很正常的啊 那沒有什麼吧 她就這樣覺得 好 那太陰也是把家裡打理好沒錯 太陰也會 可是 太陰比較沒那麼會念 他愛乾淨 他不一定會那麼愛念 這個比較會念 這三個 所以 天象作命的人 不奇怪 不瞎 所以我就問那個老闆 你爸媽 早就離了 這樣 明白 可能爸爸會說他受不了媽媽呢 一直念什麼之類的 那 我爸的婚姻 30年來也是一直 這種狀態啦 最近又收到我媽的家書 說要跟我爸離婚 寫了一大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那我也不能跟他說 媽媽你嘴巴有時候要 修飾一下 我這有什麼不對呢 他做的事情 他敢做的 然後開始Repeat 劇門 看起來都很正常 就是代表他們的關係 不代表媽媽是一個 邪惡的 他對你其實還是不錯的 那天象的夫妻 是貪狼 為什麼我會指稱 天象跟貪狼好朋友 因為貪狼加右臂會出事 天象加右臂 也出事機率真的很大 因為天象本身他夫妻公 找貪狼 基本上就想要找漂亮 美艷 有可能啊 當然不是說一定每一個人 可是 這個夫妻公是代表他的在感情的觀念 感情觀 這種感情觀 會致使他 他會一直有外援 在找外援 找外援 找外援 天象這樣 好像誰是天象 夫妻公貪狼的關係 那另一半 他社交能力好不好 也好 因為是貪狼 貪狼是以社交能力為主 那古時候那個風神榜的故事講 打擊 為代表人物 其實是社交能力強 外援好的 不代表太太是貪狼就要出軌 這是個錯誤的想法 不代表貪狼就是好色 不是 那天象的感情觀 他其實是比較 慾望多的 好 那天象的子女公 為太陰 好 我們有個同學 他是 子威七殺作命 他的子女公 子女公一定是太陽 他子威七殺在這一宮 他子女公是太陽 他丈夫呢 就是天象 就是真真實實的天象 他自己七殺 貪狼天象 他丈夫真的就天象 對不起 破君 在對攻天象 他丈夫實際上命攻是破君 可是他嫁給一個天象 合理 因為在對攻 可以 容許範圍可以 那你會認為這個先生 到底是天象個性 還是破君個性 從同學命牌來看 這個丈夫是比較保守的 有條理的 是固執的 安穩的 好對不對 合理 實際上 這丈夫破君 但是說一定要開創 我就說常說 不是所有殺破狼都跑去開創 他想開創 但是他心裡想而已 他沒有真的去做 在銀行待一輩子 銀行待一輩子 那因為他的丈夫就有天象加右臂 我就問 那你先生 現在 不知幾個了 不知道幾個 不會只有一個而已 不知幾個 那當然這個婚是最後是拜拜的 但不是說一定欺詐的一定會拜拜 不是 可以注意這方面 觀念思想 其實它是動心 天象是比較靜態的 一個想動一個想靜 所以有產生問題 那所以先生他其實實際上是保守的 他不會去做創業的事情 那這個 他先生 破君心 他的子女說 是在對公 可是對公是太陰 實際上他生的小孩 到底是太陽 以女命來看是太陽 以男命來說看他是太陰 結果怎麼樣 結果生一個太陽落線 就合理了 那小孩其實很想要被人家看見 但是就怕犯錯 所以就會躲著 不敢表現 可是考試考前四名 所以你這麼論 用 太太的盤去論那個小孩 或者是用先生的盤 論那個小孩 其實結果都是對的 你的小孩比較斯文 比較內向 但他好像還是需要人家看見 對啊 還是一樣的 你就照那個心要去論他 如果你是子為作命 然後 子女公是太陽 你就用論 你小孩是太陽為主 這樣就好 好 天向心的子女公太陰 以斯文為主 會有女太嗎 也可以這麼說 會比較中性一點 不代表你子女公是同性 不是這樣 另一種理論說法是 天向作命 子女公太陰 生女兒機率會大 可是我發現這個論點還好 不會 不是這麼大 你要看 子女公有沒有 四化到命公或者是飢餓公 才能知道他是生男 還是生女 如果是天在公 飛出 飛到飢餓公或是命公 生女 現在大家聽不懂沒關係 好以後再講 好 財博 天賦 行政能守 館前能守 收納能守 那到底實際上他能做什麼 有天向去做室內建築 室內設計 可以 我很難完全用這個指揮斗數來去判斷 他用哪一種五行 做哪一種五行的職業 好 這個我用八字 可是我會知道他財運好不好 我會說是跟天賦類有關係 或者是室內的東西有關係 所以 有的老闆他去做那個 吊車怪手 跟天賦有沒有關係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會做得很好 那那個老闆做摩托車配件零件的 他都是用網路方式在做 這跟屋子有關係嗎 好像也還好 可真的是有天向去做室內設計 做得很好的 我看過兩個 這兩個聲音都做得很好 Case很多 還不錯 天賦有房屋的意思 他也有錢的意思 但我不能把所有人都建議他去做金融 還是要看他的性格 天向對公是破均 所以他還是主 還是想開創 可是天向他是具氣質的 冰冰有理的 他基本上是個有禮貌的人 無論他是不是雙心 他是有禮貌的 好 這是天向命攻 反推 剛剛講 如果你命攻是七薩 夫妻公天向 你找的另一半 斯文 彬彬有理的 跟你會絕然不同 之前有一個班的同學就是七薩作命 其實是在這一攻 還是這一攻 忘記了 他自己做保險 做得很好 百萬年薪 但找的另一半 月薪可能 三萬 差異很大 那為什麼當時被吸引呢 他也不是找婚 也不是沒有交過男朋友 都不是 這很吊詭 被那個氣質所吸引 七薩就會想要找這樣的人 每一個都這樣子 這很奇怪 蠻吊詭的 比較斯文有理的 所以要勝選 以免以後 這個想要衝 這個想要進 而產生觀念之不和 如果你天良作命 媽媽是天象 那樣要提到 媽媽很熱心 如果你是聚門作命的 爸爸就天象 爸爸就變里長婆了 如果有見過 見到爸爸 他比較 匪類的 那都是特例 不是因為他是天象的關係 例如 聚門作命的 我們有同學聚門作命 你爸不會 你爸爸是無許全 這個結空 他不會擺在位置 不會擺在這兩個位置 我只是舉例 我們有個同學聚門在這邊 結空在這裡 地結地空 孫安節溺愛空 空結夾命 所以六親無緣 我們都見過這個 六親無緣 爸爸媽媽有沒有負債 爸爸已經被關了 天象星爸爸也被關嗎 還是有的 那是特例要看四話 看一些小的新樣 復興來看 那一般的聚門 爸爸都是比較熱心的 里長婆個性 媽媽 貪狼 比較有外援 不是說媽媽也有 外面有男人 不是這意思 媽媽外援很好 好 假設你是 貪狼 做命的人 最近網友都跟我說 的確 高比例 他們喜歡戴個大耳環 那個 西班牙風的 就是要大 就是要比較厭 買高跟鞋什麼之類的 貪狼做命女人 可是福德公是天象的時候 他們其實內在有一部分 他們會想要安靜 可是他們有可能會去 紅燈綠酒一番 人生去紅燈綠酒一番 那也有網友跟我說 他有 不如五十多了 開始修行 這就是貪狼 想要回歸修行 跟武術有關係 福德公天象 他其實睡得比較好 這種擺天象在福德公是靜態的心 他比較好睡 如果有煞心 令當別論 好 太陰心 太陰的男性 他的 田宅一定是天象 所以主居家和諧 有主產 有主業 但是我還是要看那個田產有沒有到你身上 看你爸爸的不動產 或是你媽的不動產 有沒有在你身上看四話 所以他們居家其實是還滿和諧的 好 再來 天府做命的人 他的 官路一定是天象 基於天象是官路公主 所以天府心的人擅長 做 秘書 的主管 天府善條理 也算這些事物 但天府的氣質 跟天象的氣質 還是有所不同 七煞的對公是天府 他的氣質 跟破君對公是天象的氣質 也有所不同 這個是彬彬有理 這個具有貴氣 差異在此 貴氣跟彬彬有理不同 破君 他的對公是天象 所以你不要看到破君的人 就一定是流氓 書上都寫 好像那個三教九流什麼之類的 不是 看過很多破君的 不會這樣 因為對公一定是天象 其實還滿有禮貌的 還滿有禮貌的 天象的人本身就有禮貌 他不會說外面穿著一個隨隨便便的破君 不至於 不至於 所以 只會走出 你沒辦法用主心一定來判斷他的 外貌 樣態跟氣質 你要看他家的一些 復興 譬如說 陽刃 就是秦陽 才能把他性格給看出來 好 以上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休息5到10分鐘 等一下我們講雙心 跟那個 剛講義上面的內容 沒有問題 OK 下課5分鐘 10分鐘 好 上課上課上課 討論時間完畢 你不戴風機喔 下課上課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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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有沒有孕 要看有沒有孕 他會破 他人生會破 會破 他不然是你去命也 是像這樣 會破 有破君還是會破的 所以他在外面 還是會破 他只要去做生意喔 做開創性的事情 他人生難免會有一破 看是破什麼事 好 講講義喔 書中理論喔 等一下再講這個雙心喔 天象星喔 天象斗分南斗舞 這個我們記不起來 不管他 陰陽五行屬陽水 長肝為韌水 畫 畫 畫氣為韌 畫氣 為 印 所以天象星的人是宰相喔 宰相星 這種有點像是印章喔 所以天象的人一般以附塵為主 輔佐為主 畫印還有廣磁 所以他其實是慈悲心很強的人 你去拜託天象星的人他會幫忙 他還是會 他還是會幫忙 所以你那朋友天象的 你請他幫忙他還是會幫忙 他慈悲心很強 好 太慈悲了 我留臉天象 人家請我幫忙不是一樣 你又不是天象做命的 但是我留臉 你天氣天涼 在外面的那個形象很好 天象在外面形 很好 也會熱情嗎 那為什麼他 非常很熱情 天涼不是很熱情嗎 也會 在講幫忙你去幫 拜託天涼的人 我爸在外面做木工 人家說 陳爸幫我做一個書架 他會不會拒絕 不會 不會拒絕 你幫我做一個那個什麼精油的什麼架子好不好 我要研究什麼什麼之類的 他從來沒有說彈簽的事情 做好之後人家跑掉的時候 啊 怎麼跑掉了 都這樣子 就不拒絕 就天涼 天象都會 在這方面是一樣的 顏色組黑 因為它是屬水的關係 我把紅白在那邊畫掉了 主 官 陸 公 主 也就是說 天象正做官 陸 公的時候 這個天譜心 一定是天譜心 會不會讀書 會 要判斷他會讀書 家陽刃讀不讀 不讀 但他笨嗎 不笨 你讀嗎 那你笨嗎 你考驗很好對不對 很好 保險證照不是一次就過 前一天讀就過了 這是他們那個官 陸有天象的 有印心啊 這個印章啊 印瘦的意思啊 就是這樣解釋的啊 可以可以可以 官 陸有天象的 考試會比較好考 是真的 不過劉寧 官 陸有天象 考試會比較好考 是真的 那天譜會好考 天譜會好考 天譜會好考 你只要是官 陸主 其實基本上都不錯 如果官 陸主有天象嘛 太陽嘛 紫維 蓮真 好 但我不保證你一定會中 如果流年官 陸又衝你 你 你就騎他一招 不到理想狀態 就是考不上 本來考上 並考不上 會這樣 考慮到天積 關 陸 東 天積 那你又可以做研究 可以研究 關 陸 東 天涼 那你做社會考慮到別人 你是太陰心做命才會這樣子 會在工作上會關照避應別人 人家有說你幫我弄一下好不好 好 好啦 又天際心 對吧 就是這樣子 式化 他沒有式化 但可以似同化科 可似同化科 所以你要假設這個天象 他有一個科在 可是他不會寫出來 也就是說 你流年走到天象的時候 他會有解惡之化 逢凶化吉之兆 或你極惡公有天象 比如說極惡公天象的時候 很好啊 我剛剛好像沒有分人式物 人 跟式 剛剛命有講了 胸有講了 腹有講了 夫有講了 子 還有奴 好 天象 在 是 極惡公 基本上是沒什麼病痛 先天是不足病痛 因為他可以式同化科 身體還不錯 還不錯 那 在關我有講 剛剛講了 在財 他做服務業 命是天象也是要服務人 財博是天象也要服務人入財 好 這邊沒講到 如果你的子女公是天象的時候 你命供在這邊 你不用擔心你小孩了 沒問題了 雖然固執了一點 但基本上他還蠻獨立的 會讀書的 會把事情做好的 他不是讓你頭痛的 讓你頭痛的是七煞 子女公七煞 貪狼 破君 這你會比較頭痛 那子女公是巨門呢 他不一定不好 但是他就會給你一言九鼎 鼎回去 他比你還會唸 這樣 是你嗎 不是 好 那 奴婦宮如果是天象 基本上你交的朋友 其實還不錯 蚊子彬彬的 對你比較會有助力 會有貴人幫忙 事情上 極二公講關入財博 好 千怡公 千怡公剛講 是破君心的專利 對公有天象 冰冰有禮 一二三四 還有 福德 剛剛有講了 福德是 代表這個人喜歡禁 這個貪狼雖然在外是想要動的 可是他的福德公有天象 搞不好以後去研究一些比較靜態的 奇異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好 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天宅 家庭和樂 其實剛剛都講到 只是沒有次序而已 好 回歸 我們的 講義 傳說 天象星的代表人物為 咒王手下之忠誠 文太師 文太師 太師就是宰相 包公裡面 包青天裡面就講 太師 太師就是宰相的意思 太師 那 文太師這天象星 文武雙拳 文武雙拳 為什麼文武雙拳 這個不是文 這個不是武嗎 所以叫文武雙拳 然後對公有破軍 忠心耿耿 本來是宰相 慈愛將士 奮勇欲敵 所以說宰相跑去當 打仗的 先鋒 為咒王 防守 陳齒欲敵 所以他是可以打仗的 但平常他是文官 當時 喪咒的敵人是希伯 他帶著軍隊對抗希伯 但不幸 暫死 死後送鋒於天象星 成為 奉侍之神 思想慈愛 慈愛是姬婆 就是慈悲欠強 服務 或是做公益類的東西 天象星做公益類很好 剛剛說有個七殺作命的那個 同學 他先生天象 他先生做什麼 真的做那個世界和平組織 綠色組織 那薪水不高的 很奇妙 他自己百萬年薪 然後找他先生 可是就是喜歡他的氣質 好 慈愛為姬婆心之意 簡介 天象屬水 南斗第五星 為思覺之星 管絕味 為福善 化氣為硬 長硬 很謹慎 龜毛一板一眼 而且是關鹿公主 偏文是 龜毛 這個天象的龜毛在不在呢 存不存在呢 存在 所以像那個老闆 他很熱心 會送人家相機 好 沒錯 可是 他曾經叫我說 你去我店裡買 那個我常帶的一頂 好 我等一下過去 為什麼 我要看一下我員工在做什麼 半小時之後再過去 他就會看 他整個員工的服務流程 到底好不好 很注意那個細節 他眼睛這樣看動很快 然後就說 你剛剛那個某個細節是錯的 什麼什麼之類的 服務要做得很好 他自己本身做服務 客人在 絕不關 他的鐵門 不趕客人走 二十年來 如一日 都這樣 就天象星 要一般的早發瘋了 天涼可能會說 你明天再來好不好 受不了 這時候天涼跟天象就有不一樣 不一樣 天象會比較服務 在講服務的時候 天象就比較強 太陽可能也會受不了 你很煩耶 受不了了 這樣子 太陽可能會受不了 天象還頂得住 好 然後 他是官路公主 所以偏文是 最好的公位是在官路公 天象是地 只為之左心 一級皇帝身邊管玉席的 貴氣十足 威名無雙 美衣美食 志士不再畫架 既有威夷 也表示眾 外表 顏面 喜根蟲之人 拍馬 這個 善於奉承 善茶園觀色 有 因為有些天象的老闆會這樣 但不全然所有 那會做的那真的是還蠻強的 你去找去那個什麼 什麼色啊 什麼什麼色啊 什麼什麼色的 要不要講出來 像那個獅子啊 什麼什麼的啊 那種 如果那個老闆是天象的 會跟你講一些 場面話有沒有 會講 哇你這個很棒啊 年輕有為有沒有 天象會幹 會幹這事 但不是所有天象的人 會幹這個事情 幹的特別好的是天象 那 他眾外表顏面 有威夷 所以 外表 如果 這個人他的財博是 天象的時候 可以賣衣服 衣服 眾外表 可以賣衣服 因為那也是服務業 可以賣衣服 可是這個八字要符合 他的五行用神是火 才是賣衣服 因為美容衣服都屬火 綜合來說 天象是硬心 獸心 馬屁心 這個馬屁心打個三角形 因為我見到天象 拍馬屁的還真不多 生命歷程上是這樣子 除非我去那個場合 那種社交場合 還有貴心 懶心 一定懶嗎 不絕對 懶的是很懶 扶心 衣食之心 這邊就寫了衣食之心 硬心只是輔助性質的 沒有實權 主管交代才用意 負義而異 所以他不主說 他是一個最大型的領導者 馬屁心 對人笑臉相迎 所以他不得罪人 他跟天皇一樣不喜歡得罪人 天象是不得罪 好 也要別人拍他馬屁 也不見得 這不見得 不見得 貴心 顯示貴氣 龜毛 做事會收尾 他是會收尾的 不會不收尾 會把事情做完 就是福心 代表人有福得想 非有作為 不一定有作為 我這邊註解 他不會沒有作為 經驗上通常是有作為 放在六親公圍 那一公的人是有作為的 但也不會有過度逢迎之事 但好面子是真的沒有錯 他好面子 形體這個參考就好 我看過天象的各種形體 性情 言語誠實不虛偽 謹言盛行 心地善良 有側隱心 這對 沒錯 隨和慷慨 不見得 他其實是很龜毛的 我們客戶在看那個 房屋的時候 看風水 他那角度要真的調的好 確定真的是OK 他去 問題在哪裡 他去判斷 然後一開始 他都會去觀察 你講的是真的 還假的 跟上個風水師講的是一樣嗎 真的還假的 誰是真的有效果 他其實善於觀察 會有龜毛的現象 耳根軟 易親近他人這不會 他其實是有原則的 他有原則 所以他管員工是 他會去講說這個應該怎麼做 就是該怎麼做 但是該對員工好的時候不手軟 他不一定是照 完全照你的績效 他能給 就給 完全照績效 那種計較 天賦 真的照那個績效來 喜聽逢迎之言語 這不一定 因為書上都會說他喜聽逢迎之語 我看真的也還好 好 愛美講究服飾 貪吃真的嘴餐 會挑美食是真的 若論毛病 說話叫注重場面 內容 莊重 有板有眼 天象是有貴氣 那這種貴氣 你可以註解跟天賦有點不同 他是彬彬有理的那種貴 有些人不愛說話 但畫夾子一開 長篇大論 偷偷是道 對人誠懇 隨和 慷慨 有 同情心 做事主動 愛好自由 喜 打抱不平 他的特質會這樣 但沒有天良心這麼的強 我爸就很愛打抱不平 看到那種窮困的 他就會想說怎麼去幫助他們 遠在四川的 他也是去捐了一個希望小學 他就會做這樣的事情 這輩子就吃饅頭喝豆漿 不是喝豆漿 喝白開水 就可以過活了 然後就把好的留給別人 然後自己明明收入很高 當廠長 就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一輩子節儉 天良 好 能在上流社會打滾 結識權貴 這是天象星的人 所以你去參加那些社交組織的時候 看看天象星的多不多 女命好打扮自己挑食 有笑容 口服好眾一指 一輩子不愁吃穿 如不會 文昌文曲 著伏右臂 天窺天月 沒什麼大作為 不一定 如果這六級星沒有進去 他只是比較孤軍奮戰 比較沒有手下而已 大作為還是要看 他所謂大作為是說 你做大事業 你做大事業一定要人手 你自己幹怎麼做大作為呢 就只能說自營商 自由工作者而已 天府天象七煞沒有四化 但天府與天象可以視同化克 這要記得 所以你走天府的時候是好的 走天象也是很好 相義 在人方面為其是 饕家就老饕 老爺 何是老 調停人員 天象是善於調停的 會計人員服務人員裁縫 在四組下棋 比如說貪狼的人搞不好他福德公天象他喜歡下棋啊 那福德公是天 天童的時候喜歡喝茶 明茶 那福德公是貪狼的時候喜歡喝酒 福德公是連針的時候 可能是賭博 好 某種程度享受 求學問 愛表現 誠意加工 攝影 服飾店 好 求學問 所以天象星要有成就 要當好一個宰相 必須要有學問 所以天象星一 讀書讀高 如果你說我貪狼心一定要讀高嗎 我說不見得 那子貪應該要讀高嗎 我說也不一定 你就是有辦法這樣子 弄一弄一弄 然後生意就做起來了 子貪是這樣喔 偏門的他都趕走喔 好 在地 煮自助餐 服飾店 賣服飾可以 噴泉 瀑布 樹叢 農藥店 溪流 在物質 流動汁水 震书 毒品 瓦斯 化工藥品 可以喝的水 噴水池 硬件 支票 硬件支票都算 好 身體 於病為下體之己 膀胱 但是我剛說了 他 這個天象在極餓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病 我這邊備註天象加天遙 可能用毒品跟吸煙 他必須是 財伯宮是天象再加天遙才會有這種現象 因為天遙跟毒品有關係 但天遙也跟鴿子有關係 如果他三駕九流 他可能那個天遙就變成他的毒品 如果他不是三駕九流 他可能是會去賽鴿養鳥 去賭鴿 會這樣 這真的 就像我的天災有天遙 以前我也沒想過我要養鳥 一養鳥就覺得養出興趣來了 又養了一隻兩隻 養藍色鳥 覺得不錯 這樣子 就命運會變成這樣 以前是想要養狗 但是從來沒養狗 養老鼠也都半途而非 養兔子也半途而非 就養鳥就養都是比較久 對 但是我覺得不錯 就想再來買一隻 然後就養的真的很久了 養一年 喜忌三河 命功財伯觀錄 喜慧吉耀 吉耀就是 比如畫路 畫泉 畫磕 那是極的 泉柄不小 若會四煞 四煞就是青陽 陀螺 火星 靈星 四煞 這個四煞星 那地空地劫也順不順 這個合起來叫六煞星 六煞 但地空地劫他 不能說這個人個性不好 他只能說他採損 加了這個越多 性格就是脾氣比較不好 地空地劫還可以做什麼 只有採損嗎 地空地劫還可以做什麼 做和尚 做和尚 哎呀 可以做和尚 如果這個人天象做命 地空又地劫 再這樣 他可以做高針 天象他很會讀書不是嗎 他讀金 可以讀得很好 按學理條理去講金說法 為什麼 他地空地劫 你可以說他人生最後一場空 但也沒那麼兇 但是他一直會有財損 他如果沒有捐錢 那事業最後會有一個很大的波折 讓他歸零財損 地空地劫 這種兩個雄星加起來都是成法 不是加法 都會特別的兇 我們再加一個結空 我們再加一個結空好了 結空 那那三空再生 或者是三合地空地劫 我們去玩 空地劫 結空 還破除你 結空 譬如說 我今天我終於賺到了我人生的一千萬 結果沒有 我小心在465的時候會破大 結空 但是他針對什麼 針對你投機的時候會發生 你不投機沒關係 但是這種結空地 空地劫 他不結房地產 他結的是 對 我今天早上論一個客人 我就發自先批一聲 我說你就是30 你要加上那些東西破碎才作用 破碎是更後面的新藥 對 那就要小心投資 不要亂投資 不要投機 不要想著我可以賭一把 那時候不可以 我記得我今天早上在談一個 他坐在地空地劫的時候 那三十幾歲的時候 哇 我人生賺了七百萬 不是 賺了五百萬賠了七百 還是賺七百賠五百 不知道 很大嘛 最後好像一場空 就這樣 他是這樣作用的 那時候他就投資那個 另一半的事業 好 覺得好像很OK 很OK 那時候人家看巴士跟他講 你這效應多時 人生最差的 那五年你終於又遇到 沒有啊 我現在感情也很好啊 不到三年 全部沒有了 連感情也沒有了 錢也沒有了 好 那以指揮來看 就那時候地空地劫 等等的東西 陷阱 陷阱 很年輕就遇到了 好 好 再來 若會釋煞一生起伏 這個煞心多的時候 不是只有天象有起伏 他講的是你本命的過程 即便你是個指揮心 煞心很多 你的命的過程波折會比較多 如果你三方 命財官 都沒有煞心 你的波折相對比較少 比較少 事情的量比較少 當然還要看你的運程 好 煞衝 文書 煩惱 天象與文書有關係 煞衝 他是要畫技來衝你才行 或者是你的對公是有 這種煞心的 文書困擾嗎 不絕對 我要看是哪個工位跑出來的 但是跟天象有關的可能是文書困擾 沒有錯 好 再來 喜慧 左右 仓舉 魁躍 就是這六極星 指輔天象 方有 作為 有沒有作為 這個指揮加天象有沒有作為 他是有作為的 可是要走對路 我還是說了 指揮天象 你要有去學理學識 如果你沒有學理跟學識 你怎麼當人家老師 這個指揮 指向才能當老師的 不一定是學校老師 但當老師一定是很不錯的 他可能是我們實際遇過 美容老師 潛水老師 收入都很高 好 那也有人就是 還沒有 進化的 還沒當老師的 那你要走對路啊 他有這種命格其實是可以發揮的 如果指揮心強或天象心強的時候 更能發揮 年薪都是上百的 年薪都上百的 可是家人都會說 我那個弟弟指揮天象 好固執喔 為什麼 因為天象關係 我這妹妹好固執喔 現在做什麼什麼組織啊 要拉人的什麼的 好固執都講不聽 天象的關係 家人都會覺得這樣 可是外面的人有沒有覺得 好好的先生 好好的小姐 好人一個 騙人 天象 也不能說騙人 立場不一樣 立場不一樣 天象在家不一定是 那個 對啊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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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是一套 在家是一套 我媽媽也說我爸在外面一套 他在家一套啊 天良啊 對不對 對外人都是比較好的 什麼嘛 好 好美 好運 因為他形象啊 面子人 重要啊 對不對 折磨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好 獲為第二任夫人 那個參考就好了 不一定是這樣看 就是會變第二任 女命一會左右 就左腹右臂 一身平順 平穩安詳 誰會加 誰加了左腹右臂 誰都好啦 這好 左右 左腹 右臂 在命才關嗎 對啊 有有六級星的才好啊 我不管你是不是指揮星 有六級星 才有屬下 我論命的時候都這樣 那都是對的 都準的 沒有 沒有六級星就 嗯 我覺得蠻準的耶 如果拿來看一些人 真的沒有 沒組織就是沒組織 沒人跟就是沒人跟對不對 他看他就真的沒有那個 五級星就沒有 就沒有 就沒有跟啊 他可能變成是人家合作而已 所以這不是指揮專利 是每一顆主星都一樣 沒有六級星在三方 孤軍 孤軍 三方是這樣子哦 這個也算哦 對攻也算哦 那個大運有 可以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對啊 對啊 又沒有了 對啊 就是要看 所以如果有那個命財官 有 有 魔符 又命財 還有柯又錄出來 啊很好啊 你嗎 你嗎 嗯 那很好啊 真的比別人好啊 好 女命又煞 記煞加桃花星 這個記不是說那個生年紀的 就是 切記不要有煞星在 又加桃花星譬如說天搖 天搖 閒辭這種桃花星 感情複雜 婚姻亦變 所以說女命天相的有沒有感情複雜的 有 也有 天相的夫妻公必為貪狼星 所以說他的感情有可能比較複雜一些 明明是彬彬有理的 什麼感情 談到感情就換另一個人 記陽陀 就是不喜歡 青陽陀螺 誰都不喜歡 耗費無守 運限制 破財行送口舌情病 且亦相信人而受騙 記火靈 這樣子 到底有沒有官司 如果天相旁邊 當時加了一個 青陽 或者是天行 會有這個麻煩沒錯 但我不能說你流年遇到時候 一定有官司 如果這時候再加上 只有流年在這裡 流年 交友公在這邊 流年交友 他寄到這邊 寄到這裡 一個文昌 衝你 你這邊也有天相在家 青陽陀螺 官司成立 是這樣子來頓官司的 不然 不然那麼多人那個旁邊都有煞星 那不是走到就一定會有 會有問題嗎 好 還有一種是 大家最具 代表性的那種 連真 跟天象在一起 我會在這邊 連真天象在一起 這時候 只要再加天行 或者是晴陽 你那年有官司 我不用其他費心的 很容易會有 如果你做生意 有走偏門的 那一年就會出事 叫行 行 這叫行 球 這是球進的球 行球夾印 我曾經論過一個客人 你2015有沒有 有沒有 有 你做什麼的 我做 開那個 黑的 晚上才會開的那種 對 我那時候沒看到記 記衝 就有了 就有麻煩了 如果加記衝更兇 更兇 那命中會怎麼樣 那醫生就容易犯官司 你要小心 我不能說你醫生一定會被關 你只要碰那種施法的東西 很容易引動它 你要千月條件去引動它 它才會作用 可是不能說連真一定都被關 你命中連真也未必會關 就有人一輩子外遇都不會有事 對不對 有人才外遇一次 我朋友就 就那一次 人家說你以後不能外遇 我說奇怪 我客戶每個都外遇 都外面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為什麼我不行 因為你沒有那個命 對不起 你沒有那個命 你就是 你一碰就 對 就一次就抓 一次就死 一次就損 一千兩百萬 哎呀 對 撐到什麼就抓不到 整個樣抓不到 你沒有這種公式的就抓不到 你沒有這種貪狼在家 貪狼家什麼 什麼天行啊 或是情羊的就就沒有這事情啊 我上次不是有舉個案例 有一個 誰誰的 客戶的那個爸爸是什麼 貪狼家天窯 好叫幼壁啊 又叫天行啊 天行還是還是情羊忘記了 同工嗎 同工都同工 哦你爸 你媽應該氣死了吧 我說 哦 對 那你爸應該是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啊 對 對對 對對 哦 但是 有沒有被關 我跟他說 你這爸爸就加一個地空在 哎 沒被關對不對 他說 對耶 都沒事耶 哦 你這個老婆這樣 就麻煩了 9萬 他是從堂哥有這種 對 我有聽到 那你 你小 那個誰 朋友 那個朋友 朋友要小心 這個擺在父親宮 他這爸爸就 頭很痛 為什麼 那聚門做命的 朋友 他的 父母宮就是 對不對 太陰做命的 太陰做命的 父母宮是這個 我記得他時候我論一個天積太陰的 他爸爸在這一宮 貪狼那個幼壁 天行 天遙 桃花無數 一輩子多花無數 都不知道喊到幾號 可是 沒事 就是沒事 沒有陰色犯行 加了地空 那如果是解空 也是嗎 解空也可以 就解掉 對 讓他空了 那如果集二宮是解空 就是病也都給你解掉 哎 一次這樣說沒有錯 哎 集二宮有空心是可以把病空掉的 沒有錯 但是我要看你大運衝的胸目胸 所以我們才判斷到底能不能空 好 再來 既陽陀節空 耗費無數 運線至破財行送 口舌輕便 且亦相信人而受騙 既火靈必有傷殘 天象加火星靈星說必有傷殘 我天 我太陽在這一宮 我家晴陽 我說你臉上會有疤 也可以啊 真的會有疤 那是真的 太陽再加晴陽再武功 頭部有疤 加兩顆殺星 我說兩到疤 這樣就可以準了 所以一般有加這種晴陽的 再命攻的 小時候可能容易會有 宅二會有疤 但你要看你的月份 天象星夠不夠強 可以 集二宮會有可能開到線 但不一定 因為他是內在的 不是外在 是身體的 對公司父母 不一定 我看過很多集二宮是晴陽的 小時候也沒事 他可能 那如果地宮換成天宮的話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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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空有右臂 不是 就是男生他的命攻 他的夫妻公有右臂的話 是不是都會有小時候 不是男生也有小三 他老婆也有很多女性貴人 不會說他自己有三 不一定 他老婆貪狼加右臂嗎 如果是貪狼的話 他自己可能會 就是夫妻公是貪狼加右臂可能會 因為那張感情價值觀 可是是其他心藥加右臂的時候 我發現不會 就是老婆閨蜜多而已 他老婆漂亮 或是老婆的閨蜜多而已 貪狼是個有時候加了這些東西就很麻煩的心 所以只有貪狼跟右臂我也有可能有 對 就是你老婆不會只有一個 我婆只有一個 的意思嘛 右臂也是一個 右臂在財伯宮就是要副業 那你在夫妻公代表什麼 在財伯宮在四葉公 對 對啊 對啊 你有你有另一個家 對啊 太陽不要加那個都沒事 加那個才有事 嘿 那個時候就會被引誘了 好 天象加天遙也也會啊 天遙也會啊 好 那眾為輔向朝園 意濟洋陀 激洞帶兇 就是 大家都不喜歡秦陽跟陀螺啦 天象是怕 洋刃的 優點 斯文有理 應對得體 謹慎踏實 思慮周全 溝通力強 人際和諧 言語誠實 不虛偽 有側隱之心 重結操服務心中 缺點意志不堅 粉飾太平 眼高手低 多說少做 我親言允諾 虛榮心中 做事缺乏耐心 習掌權 又怕負責任 那個是心要不夠強的時候 才有這個缺點 心要不夠強才會 心要夠強沒關係 好 這個我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 大家都說 這種 晴陽陀螺 火星零星不好 不能說絕對不好 要看你心強不強 對一個軍人來說 他最愛這種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打仗不夠兇 要兇要這些 看你做什麼事而已 軍人如果你是找個天性星 然後又沒有煞星在 他在戰場還會跟人家叫化說 不要打仗啦 我們都是各位旗主 你打仗還在講這些道理有沒有 這有可能的 因為他想叫化嘛 當宰相嘛 熱心服務 我看你也很可憐 對不對 好啊 救他你知道嗎 這是軍隊不允許 可是加這個先打再說 先殺再說 哪那麼多囉嗦事 先幹再說 所以打仗要靠這個 所以業務也喜歡這個 如果你財博工有晴陽 你砍單是很快的 不一定是要在武功 所以 我最近網路論面 我都跟客人說 老師我那個 我這樣財博有晴陽 我說 怎樣嗎 我這樣子才會少 我說你少了嗎 你不是砍單很快嗎 他說對耶 我那個變化行銷都很厲害 我就一笑到這個客人會買單 我就繼續再講幾句 他就OK就成交了 就是晴陽在財博有這種效果嗎 那你如果陀螺在財博 哎呀不好意思 那個我給你幾個方案 你考慮一下 什麼是 就陀螺 陀螺不一樣 有晴陽是好事 陀螺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 砍星不一定是不好的 不一定 不一定 而且晴陽在財 不一定說你的財會有損 不一定 財博有火星也很好 會爆發 會發很快 對啊就喜歡賺快錢幾點馬上 好什麼時候趕快成交 不要太慢 清陽火星都好 好 我們看這個雙星 雙星系列 你最想要聽就是 哪個可以做業務做保險的 天象在這個赤駭宮 當然赤馬蒂可以做業務 對不對 對嘛 連貞天象 做行政會計很好 反而守法 他的天象可以壓制連貞 但是 壓不壓得住 你要看天象先強 還是連貞先強 如果連貞 他你數一二三月生 數木 這個連貞屬火 所以這個連貞性很強 怕自己壓不住 反而可能會 比較狂好 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可是你天象 你屬於七八九月屬金 十十一十二屬水 這天象先強的時候 你真的就比較保守 不是金要擺在前面 就說是用哪一顆星為主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沒有這種說法 你有看到也有人把天象擺前面 也有 那你論連貞在哪裡 月份 月份 月份才是關鍵 你比較偏連貞還是比較偏天象 好 只會天象這個當老師 五曲天象 其實金融業主管 非常適合 非常適合 等一下我們講到後面的那個 格局的時候 我們再細論 講那個 底下 天象的逆勢工一定是天賦 所以天象作名成財博工一定是天賦 代表他可以做室內設計 可以做金融 可以散條理 做行政 都沒問題 如果他的天賦心又強 天賦屬土 所以四五月屬火 所以這天賦心強 他可以去 賺更多的錢 可以做室內設計 自己接一些case 接一些業務 如果 他的財博心強 可是命功不夠強的時候 那你就掛在人家底下做 你不一定能當自營商 如果你的關錄心強 命功不夠強 財博也不夠強 千一去當主管 反而會有成就 好 第二天象的逆三公一定是太陰 所以天象作名成子女公一定是太陰 所以他的小孩子斯文乖巧 有理論說是生女兒 但不絕對 我還是不會以這樣的方式來看是生女兒 我會看這個子女公有沒有似化到命跟疾 疾惡公 天災有沒有似化到命或疾惡公 或到子女公才能判定是男是女 天象的逆二公一定是貪狼 所以天象作名夫妻公一定是貪狼 所以他導播找的是外緣好漂亮的 比較花枝招展型的人 天象的逆一公一定是巨門 所以天象作名的人 兄弟公一定是巨門 所以這媽媽可能會比較刀刀念 但不代表你跟媽媽關係一定不好 比較會有口舌是非 即便是父母公是巨門 我也不能說你跟爸爸關係一定不好 但是爸爸一定會罵人 動口為主 基本上以動口為主 因為巨門 他是動口為主 不一定會動手 會講道理 會講道理 天象的順一公一定是天良 所以天象作名的人 父母公一定是天良 所以你有一個 比較剛贈不阿 或者是老大哥的爸爸 會庇護你 但是我還是要看四話 也有爸爸不庇護的 結果是巨門媽媽在庇護的 在給錢的 爸爸的確是在外面當廠長 庇護人家 沒有庇護家裡 也有 天象的順兩公 對公一定是七煞 所以天象作名的人福德公一定是七煞 所以天象的人很容易搞潮凡 睡不著 然後想要再開創 我事業可以怎麼做怎麼怎麼做 然後睡不著 好天象的順利的公一定是破均 所以他的對公一定是破均 所以天象骨子裡面 他還是會有那種創業的 衝動跟特質 原因是對公是破均 也有網友跟我回饋說 他的確 他對公破均 他移居美國 移居美國 但不是所有人 還有海外的意思 像印度我都猜不到 印度太冷門了 有另一班同學說 老師我去印度 我說我不知道哪個星耀 跟印度有關 我沒辦法猜 好 123頁 這個天象在 這公的人 天象在醜 但凡在醜味公的人 較為物食 醜味公物食 財博天府 官入空公 可是 這個 他的夫妻公連貪 他可以借過去 夫妻公連貪 這個天象 會不會找得老婆 要很倔很漂亮 會喔 會喔 這個跟一個 對公 指揮破均 反而變夫妻公空公 可是官入公是連貪的 一樣 都喜歡找很倔 不倔不愛 沒個性不愛 不漂亮不愛 其實比較疑 女命 男命 找得那個兇老婆 都有哀哀叫的現象 女命 丈夫能力強 很好 外緣很好 不代表他會亂來 連貪 加貪狼 雖然是一個是 主桃花 大桃花 一個是赤桃花 我也不會說他亂來 個性倔強 敢衝敢拚 就這樣而已 沒有加天瑤 又必須引動這個 夫妻公 不代表他會犯罪 好 好 要看他是不是會趴槍的心藥 你愛跑 那你一定是做隱身試骸 所以你這個人愛跑 要動 要跑 你坐不住 你就不用去考慮公務員了 公務員坐不住 會比較好 一定要外出 他一定要動 外出就是 他要到遠地去 對不對 不一定到遠方 不一定要宜家 但是就要外面 業務這樣子跑來跑去 所以他考公務員他是會 考到也不會去做 做了馬上會離開 就是坐不久 天羅 做天羅地王 他除非他的 他的官務有天馬才行 天羅地王是承虛 承虛 承虛工而已 承虛工藝 那這樣做業務很適合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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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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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適碼適的 做業務要適碼適的 所以你天良是在這裡 對 你天良在這邊 在這裡 那你財博有天馬嗎 有 對嘛 天馬就坐不住啊 對啊 可是我是坐著打電話的 那也有在動啊 也有在動啊 你更喜歡就是可能外面 往外面跑啊 會更喜歡這樣子 在四個邊就有人跑 對對對 我會不會也是 我在四馬地耶 你哪有在四個邊 有啊 我極二宮又上啊 你 你是有天馬在極二宮啦 對啊 我是也在四個邊 也算是浩洞啦 也是浩洞 天馬在福德喔 所以你 你前一次還是想要動 對 還是要動 但是你沒有 明白一定要動 所以你還打電話還做得住 是個四個位 我剛才是四個位 那是四個位 好 是 把地之後也有一個天馬 是 把地之後的天馬就很容易走 就是很容易套動 天象在醜味宮 因為他的官路 可以似同於有連真貪狼 他適合做官 因為連真是官路主 可以做官 做主官 貴人就比較不會有貴人 沒有 不不不不一定 有啊 有沒有貴人 你看那個有沒有桌服右臂啊 我看沒有啊 他就沒有啊 他那個人沒有啊 他就沒有啦 好像就真的單兵 他會覺得厲害 就是很強 對啊 他有可能是星藥夠強 他可以單兵打天下 就沒有屬下來幫忙 他也搞不好認 我覺得管人很麻煩 他搞不好這樣講 對 他會這樣講 他真的會這樣講 對啊 可是他還是覺得他想要給人啊 但找不到啊 講講啦 就是又彈蛋了 懶得帶啦 他命述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天葵天月 你必須越努力越才有貴人幫忙你 因為天葵天月是現實的貴人 你越努力他才他會幫 左輔右臂是無條件的幫 對 無條件的幫 所以貴人多 對 左輔右臂還是比較效果比較好 好 那 吳曲天象 這個金融業 因為吳曲組金融 天象佔條理 所以金融業主管是很適合的 所以我還是說 天象要讀書高 要讀書高 才會有成就 因為佔條理說是 他不一定是直接就開創 大多是這樣子 好 財佛會變成連徵天天府 所以他按法令做事 官路為指揮 為什麼 吳曲心的官路一定是指揮 所以他做主管 大官 可以 這合格 成局 好 五項 在弓 或在弓 當然有人運不好 他沒走上這條路 有 所以 一開始要培養好走對路 沒走對路 後面回不去 青春歲月過了 再來 天象在卯有 這種組人位的跟人際關係有 有 很重要 就是要搞好人際關係 在卯有公 卯有公 卯有公 然後 官路是 五攤 這官路五攤跟錢也有關係 財博有天賦 這個格看起來不錯 就是說就是我講那個客戶 天象在 這工位 我發現天象在這工 跟這工 他成就不低 跑去創業 可是三方 不一定有權他還是跑去創業 可是他很保守的創 一點一點看數字成長的擴大 不是馬上投入就衝了 不是 亂開店 一定看數據看數字 好 再來124頁 紫維天象 我見過一個最大的老闆 紫維天象 負債兩億六千萬 還是撐下去 可是一點都不江湖 很斯文 你都看不出來說 這格這麼大 負債兩億六千萬還是有辦法做 不然怎麼辦呢 那你說看該怎麼辦呢 說話還是斯文的 你繼續說 這樣子 完全不像殺破狼 他們有他們他自己一套 就去可以這樣撐下去 我說我這樣的狀態已經十年了 小孩還是要吃飯 我不做就是跑路 不然怎麼辦呢 死為天下 真的 基本上都是很斯文 基本上都很斯文 也必須讀書 要讀書高 比較有成就 但他是主業留下來的 不是他自己 開的 主業留的 好 官路有 連真 直接講官路有連真 所以適合做主管 適合 可是你要做自營商當老師 沒問題 人家會聽你的 人家會聽你的 合格 有紫衛心 紫衛心是最好的官路 最好的官路主 當外商公司主管也沒有問題 如果你官路是紫衛心的話 財富有五曲天府 一二三四 收入不低 五曲為錢 當五曲跟破均在一起的時候容易破 還是會有錢 但會破過 可是五曲加天府的時候不容易破 基本上他們比較不容易破 會把錢收納起來 再來 天象在這兩宮 一樣就是我剛講做業務很好 可以做業務 就像天府他在這兩宮的時候 對宮紫衛心煞 做業務有些賣豪宅賣不錯的 是誰 是你提供給我的還是誰 我忘記 賣豪宅 天象在四海宮 他可以跑 官路能以紫貪為主 紫貪 所以紫衛家貪囊在官路的時候 他這官有點不純 因為叫他貪囊心 但是做主管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他夫妻公紫貪可以借過來 一樣 他不會說工作 好像空工 工作就比較差 不會 我沒有發現這種事情 或者是夫妻公空工 我沒有夫妻沒有這種事 真的沒有這個事情 有夫妻感情很好的也有 有一說是空工說 不知道要找什麼樣的對象 這有可能 但是最後我還是發現 可以借過去看對宮借過去 就知道他要找什麼樣的對象 一樣這樣同問就好了 這個天象對宮是無許破君 他其實很具有開創性 敢破 敢破 這個做業務好 再來聯真天象 這不一定是做業務了 他相對比較保守 半個公務員 聯真有法令 天象也是守法的 天象壓聯真 看哪顆心強 如果聯真心強他可能會趕於開創 如果天象心強他就教於保守 比較保守 按條理做事情 有 一個客戶他是 七薩在這邊 夫妻工聯真天象 一天到晚跟我說 他丈夫就是有想要做什麼 買機器啊什麼之類又負債了 然後銀行已經背了好幾千萬了 又要再買 為什麼 我說你是七薩 那你這七薩心應該不強 所以說被這個丈夫克制 那你是四月生 你四月七薩心一定不強 那丈夫的聯真心很強 所以你這個丈夫應該是蠻狂傲的 就光是用深月的看就知道了 管不住狂傲 可是丈夫難道就看起來就很三藥九流嗎 不會 很斯文 很有條理 講很有條理 講得偷偷是道 但是決策都是讓他負債的 借錢是誰 太太 太太在借錢 這樣子 以上 一般這個聯真天象的人 如果是這個做命的人 其實成就不錯 會跟無曲天象的人很類似 做會計行政的 中高階主管沒問題 那財博又是指揮天府 也是有私自背 紫薇在財博 你要一定的技術 可以去教人家 當人家老師才有入財 才有越多的現象 以上就是天象星 好 那今天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課了 我來收